文化部駐纽约台北文化中心 今天惊传有上司霸凌单亲妈妈的事件 纽纹中心的秘书一名H小姐 他就跨海上我们一直都在投诉 他说纽纹中心当中有一名张姓主任 从他三年前到美国上任的第一天开始 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专用垃圾桶 只要心情不好就会找借口骂他 而且啊这名H小姐他带小孩到办公室呢 就会被骂 那他就请假嘛 想要自己先请假来安顿孩子 没有想到也被这名张主任指责说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不应该到美国来 让他刚到美国一个月举目无亲 而且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崩溃 但是呢这名张主任都没有罢手 他还要求说H小姐他任何一切对外的沟通 都要经过他批准 而且啊同样是加班哦 其他同事可以报加班 但是这名H小姐就是不可以 H小姐还指控说 他不只是被质疑自己的工作能力 甚至还无中生有 到最后自己是被欺负到了 有了忧郁症 而且他的体重也从原本的50公斤 暴增到了100公斤 在上个月26号的时候 他终于是忍无可忍了 要向文化部来提出申诉 没有想到一个月过去了申诉 却没有下文 才让他决定向外界求援 其实我觉得 我从一到这里上班 我就被他当成专用的垃圾桶 只要他心情不好 他就会找借口来骂我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骂我说 那为什么要带小孩来办公室 然后又骂我说 为什么找不到房子 然后又怪我说 你找到房子 你为什么小孩不赶快去上学 我跟他讲说 我就一个人 就单亲妈妈 要 而且又是第一次来美国 我在这边也没有亲戚 也没有朋友 我一个人上班 带小孩 处理这些事情 真的需要时间 然后他就跟我说 既然这样 你就不应该来美国 后悔他欺负到得了忧郁症 然后呢就换成 是工作上的事情 他退我的公文 然后就要去办公室嘛 我向台北的同事 请教业务要怎么做 他就骂我说 我不应该这样做 然后呢 跟我讲说 我不管跟谁说什么 都应该要先跟他报告 要经过他同意 我才可以跟别人讲话 我提报业务 他会当着其他同事人 面前怀疑我 要我拿出童年记录 要我证明 我是他谁什么时候 说了什么 我 而且 还好为了要发现 他的情绪 他的借口真的是越来越离谱 然后后来 连没有的事情 他也会无中生有 我添加班单 他把我交去办公室 说出外人员 没有在那帮我加班的 可是其他人就可以申请 同样的事情 别人做是对的 我做就是错了 他为了发现自己的情绪啊 就算是知道我得了忧郁症 就算是看到我因为吃药胖到 整个人都已经变形了 他也没有罢手 他还是继续 我一个人带着小孩在美国 又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 很多困难都是要靠自己 我真的我已经是尽全力 在兼顾工作跟家庭 我是希望 希望主管给我一点理解 他今天是说我工作人力不好 我真的没有话可以说 他现在是怪我有个小孩要照顾 这个话没有办法 你要我怎么去反驳 我就是个小孩要照顾 难不成要我把小孩丢掉吗 H小姐控诉这三年来 她一直忍气吞声 配合着这个张姓主任的要求 但是这一次她会豁出去 向文化部申诉 而且站出来控诉 都是因为一个公务用的电话号码 H小姐说 她将公务用的电话号码 由公家付费改为自费 而电话号码呢 依然是供公家的业务来使用的 但是呢 她却被指控是小偷 让她再也无法忍受 因为我的小孩要上国中了 然后她要自己回家 我会担心她的安全 所以我帮她搬一支 可以通话的手表 可是因为那个要 要有要附挂在一个 门号底下才可以 所以我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因为如果再去申请一支 新的门号 那其他的人要联络 我就会变得很不方便 所以我才想说 那我干脆就用现在的门号 转换我自己交钱 因为其他同事离职 她都直接软门号就注销了 也就是 其实这个门号 就有没有一定要谁用 就没有差别不是吗 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有这样 知道吗 她后来跟我讲说 说别人的门号可以促销 我都不可以 为什么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是针对我 她就说什么 我的电话要 什么所有的业务的联络对象 都知道这个号码 我不应该 都不可以自己转出来 可是其他同事离职 她都是直接把那个号码就注销掉了 为什么 我把号码保留下来 我自己付电话费 还要被人家这样说 如果我要转出来 我要 我要自己交电话费 这种事情 我明明就有跟同事 负责电话的同事讲 他们两个就一直在我面前 一直说我没有说 我明明就有说 他们就一直讲我没有说 然后就把电话转走 感觉好像 就是我把那个电话 门号给偷走了一样 我为什么要自己 交电话费 要被人家当小偷 可是我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 为什么我做到这样来 被人家叫的好像是小偷一样 然后我把人买到头角了 而针对H小姐 控诉自己遭到职场霸凌一事 纽纹中心张姓主任是表示 她没有收到文化部的通知 她不知道这件事情 张主任表示 如果此案已经经过了人事处 那应该是人事处通知我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应的 她表示将向文化部求证 再来处理这个事情 而文化部在今天上午则表示 已经联系了文化部 职场霸凌申诉调查小组 并以预定在28日召开会议进行调查 文化部补充说明 当被申诉人在会议场合 察觉当事人情绪波动时 之后就主动传达驻外馆人士 而外馆人士 以第三方立场关心 并且了解申诉人情况 文化部主管业务单位 也即刻联系两造 来了解双方情况 并且了解双方